诶你敢不敢相信啊 我跟大胖媳妇居然很有可能 阴差阳错至今未虎 说你都不敢信 咋个事呢 Windy的计划是年前办签证 然后24号也就是昨天来中国 结果办签证的时候呢 出现了这么一个 谁也不曾想到的乌龙事件 大使馆签证处看完Windy的文件说 我跟大胖媳妇的结婚证扫描件 没有工长 没有法律效应 而我婆婆要办的是探亲签证 需要我作为中国公民 给她发要求函 也就是说呀 这个受理需要两个充分且必要条件 一要证明大胖媳妇是Windy的儿子 二要证明我是大胖媳妇的媳妇 合法夫妻 结果啊 好巧不巧 俩都没证明了 首先要证明这个母子关系 我婆婆再去了出生证明 人家打开 没有大胖媳妇名 我婆婆都蒙了 那不对她是我商店 我给她老公 我公公打电话才明白 原来她家这个出生证明啊 是我公公去办的 那我公公不不是她亲爸吗 然后我公公当年 给我这俩小姑子办出生证明的时候呢 大胖媳妇已经好几岁了 老头当年嫌费劲 没给她办 然后后来就忘了 也就是说她家的户口本上 没有她 没有她 然后我婆婆就回家 找大胖媳妇的出生证明 她呢也不是没有证明 她就医院给她发那种随即的证明 没有父母名 也就是说大胖媳妇的出生证明啊 只能证明她出生 不能证明被谁 就是说这个大胖男嬴啊 那一天 的确在温哥华出生了 声音不响 声音不响 就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说呢 她这个跟温妮这个母子关系 目前是无效的 然后她跟我结婚了 这个事呢 也无效 具体咋个事 我也不知道 原件在北京呢 我们现在回铁岭了 我们得等过年回北京 找着结婚证原件 看看为什么上边没有工账 我那是有点上火 因为我觉得我婆婆只要来 戏肯定挺多 关键的我婆婆这次 要跟我小姑子一起来 人家小姑子跟我说好几回了 此情吧 别有目的 她觉得中国小伙挺帅的 想来这找找对象 我说我肯定帮你找 结果现在俩人都得重新办 然后大胖媳妇呢 有点反常 多心了 这个人开始歪了 人家你家全家出二聚餐 全家都热闹提酒 推杯混产的 她也不参与 我就怼她 我说全家都敬酒呢 你咋不融入呢 她说我也不是你家人 我就是个外宾 然后就跟我歪一上来说 这些年才俩干啥呢 张才俩玩呢 你这结婚证都没有工账 那八年前你领我去的是个什么地方呢 是不是一个半假正的窝点人 窝点人 当年我傻喝的跟你在那屋照张照片 我以为我成为了你的老公 没想到被你牵成了旗下艺人 我这巴巴跟人说 我是你大胖媳妇 结果只是你的胖女朋友 我说你这咋歪一声了呢 那没有工账 我哪知道咋个事 再说你担心啥呀 咱俩孩子 她说 对呀有俩孩子 那我咋不担心呢 有了名分 我是孩子才爹 没有名分 我就是未婚妈妈 未婚妈妈 总之吧 这两天坍塌了 内心思考着痛苦的独白 我在哪 我是谁 在加拿大不能证明自己是谁 在中国也不能 我说你转一下注意力 在那看电影去吧 她还看电影 没把你找的电影都骂我 流浪地球 流浪地球